新庄生命纪念馆举办了庆占中原普渡法会 特别请来了法师送金超渡 不少地方士生也到场参加为地方祈求平安 整个典礼可以说是相当的庄严隆重 新庄生命纪念馆举办中原节祭典法会 现场放上了满满的祭品 民众手持三炷香前程膜拜 希望祈求风调雨顺 议员、区长与地方里长都到现场 祈求地方平安顺利 我想今天的所谓的中原普渡法会 也希望有看到我们今天的播出 没有来了,没关系 你时刻刻可以再用中原普渡前后日子 或是在我们农历的七月 每一天欢迎你们来这边 来对老人家来普渡追思 这场盛会场面是隆重又庄严 请来法师送金祈福 虽然法会举行并不是在假日 但还是有许多家属前来参与祭祀祖先 随着时代的进步 生命纪念馆也提供网路普渡服务 用不同的方式来祭拜好兄弟 生命纪念馆来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网路上的服务 那即使你人在国外 那当然你的先人如果哪一天他是继承 或是说生日祭 或是说他的那个死亡的祭日 那我想他只要国外在国外 从网路上拉就可以拉得出来 相信这场中原普渡法会 能够让祖先感受到子孙们的诚心 参与法会的民众也都能受到先祖的庇佑平安顺心 永佳的新闻信装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